2015年9月3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阅兵式 在全世界的注视下 拉开了帷幕 天安门广场上空 在空警2000预警机的引领下 战鹰体队无效而来 在八架兼实战机的护卫下 空警2000预警机率先抵达 紧随其后的 就是由运8系列飞机为在机平台 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预警机 虽然这几架飞机 遇过人们的视线 仅有几十秒钟 但这几十秒 却凝结了中国预警机 从无到有的艰辛发展历程 天上一秒 地上十年 中国预警机的集体亮相 标志着中国军队高中地 一体化的空中预警体系 基本形成 并将逐步建立起 现代化的空天一体作战体系 而在这背后 几十年来 有无数科研人员 为了今天这短短的几十秒 承受了难以想象的阶级 这里是飞机总装车间 虽然被农田包围的厂区略显破旧 但却是中国中型特种飞机制造的最高电塔 作为我国唯一一种 国产的中程中型运输机 运八系列飞机就是在这里研制生产的 欧阳少修 某预警机载机部分的总设计师 十几年前 他可能不曾想到过 他所改进研制的运八系列飞机 在未来将成为我国军队的 中列力军机 他可能更不曾想到 以运八特种飞机为基础 他将改装二十多种机型 衍生出一个庞大的空中军团 1903年 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 实现了人类凌空翱翔的梦想 仅仅五年之后 飞机就被用于军事目的 进行战场侦查和通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军用飞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飞机作为最重要的武器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飞机的特殊用途 也得到了飞速通战 1935年 英国人首先发明 应用了雷达系统 它能够快速准确地预知敌情 在战斗中 起到先发支援的优势 最初地面雷达探测空中目标 特别是低空目标时 存在着致命的盲具 人们因此想创造一双 从天空中复视的眼睛 预警机就此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首先在舰在飞机上 安装了警戒雷达 研制成功的 世界上第一架预警机 AD-3W 最后的几十年间 世界上的几大军事强国 都在不断发展预警机的功能 在预警机上 增加了敌果识别 电子侦察等设备 使它很快 由一个单一的视觉器官 变成了一个能够分析情报 判断信息 发出指令的大脑 预警机已然成为 现代战争中 对这首可证的空中帅 这个预警机啊 实际上就是个空中指挥所 他能够在空中 发现一定距离 外的这个目标 能够指挥 和引导几方的飞机 发现了并攻击 对方或者是敌方的飞机 与地面雷达相比 预警机将整套雷达系统 放置在飞机上 借由飞行高度 可以监测空中 海上或是陆上目标 具备更为激动的预警 和搜索能力 在现代战争中 如果没有预警机 打空中战斗 将变成一场 蒙着眼睛的死杀 1982年 英国与阿根廷之间 爆发了马岛战争 英国舰队 由于没有装备预警机 不能及时发现 低空袭来的阿根廷飞机 以至于遭到中国 贝卡古地空战 是空战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一个助云战力 以色列空军 在使用了高新技术的 逆境机的直径下 发动空袭 而叙利亚空军升空的战机 像无头仓庆一样 到处乱撞 最终 野军已给机 一架未损失的 孔黄战机 结束战斗 这次战役 在全世界 引起极大震动 从此 空中对决 进入了高技术时代 世界空战史 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以色列是有预警机 预警机 它就能够发现400公里 或者是400公里以上的目标 等你发现的目标 人家就把你打掉了 那么你这样的话 是非常被动的 等你发现以色列的目标 以色列已经把你打下了 那你就不可能去赢得这一场战争 没有它 参与它在这么一个高科技的情况下 你只能处于挨打的地位 几次战争证明 如果没有预警机的空中指挥 总是有再多优秀的战斗机 也于事不过 自此以后 研制和装备预警机 成了各国空军的发展重点 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 早就从国外引进了预警机 并装备部队 造年间 我国一直没有自己的预警机 如果其他国家 入侵我们的海岸线 那几乎是畅通无阻 出于本土防御的目的 中国军队一直对预警机梦寐以求 但像中国大部分军工研发一样 中国的预警机研发 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从雷达设计到在机平台 再到各系统融合 几乎每一项都没有 现成的国内经验可以借鉴 在当时 为了降低研制风险 上级决定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 但在这个领域里 无论是技术还是产品 国际上普遍严格封锁 几经周折 让世界九十年代 一个西方国家决定与中国 合作开发一款发展型预警机 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 未能实现 无奈之下 中国决定自己研制开发 将国外一款大型运输机 作为在机平台进行研制 2003年11月 空情2000完成了首飞 标志着我国也有了自己的预警机 然而就在空情2000严峻的同时 在山西汗中 一个秘密计划也正在进行着 从一个农村放牛娃 到飞机总设计师 欧阳少修一直将情捕捉 孜孜不倦 从运八系列飞机 到研制空中预警机 他填补了蓝天部队中的空白 2015年9月3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 我国自主研发的 某预警机呼啸而来 世界瞩目 尽管这几架飞机 略过人们视线的时间 只有短短几十秒 却凝结了几十年来 中国预警机从无到有的艰辛历程 总是传奇 欧阳少修 运八飞机总设计师 正在播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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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时被命名为空警2000的大家伙 成为了当时的一号工程 但空警2000的载机 毕竟是从国外引进的 要做一架 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预警机 势在必行 预警机的雷达系统 已经在雷达专家 王小默的带领下全面开赶 但是国产的载机平台却迟迟未能选定 当时运八飞机作为最佳备选方案 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普通人看来 预警机不就是在普通飞机上面 加了一个雷达吗 这有什么难的 但欧阳少修知道 让他的飞机飞上这么大一个 像平衡 他的雷达飞上天 无事件容易的事情 1970年 我国就有同系红炸机 改装过一架空警一号预警机 但试飞了一次后 人们才发现 背着一个雷达天线罩的空警一号 在空中剧烈震动 飞机遥望的驾驶员都无法控制 仅仅一年 空警一号的研制任务就被迫停止了 第一个就是飞机的载重量 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完成这个任务的要求 也就是说我载这么多重量 飞上去 还能不能够达到他的相关的一些指标要求 原来一个飞机巷头 搞这么特种飞机 它的总体气动外形 它就发生变化 那么这样它对个飞机的气动特性 却发生变化了以后 对飞机的安全性 有什么影响 所以在空中飞行 能不能安全飞行 那么你新政界的这些事倍 它附上之间能不能兼容 有没有干扰 加了一个平衡物形状的雷达 对于飞机整体的气动布局有多大影响 雷达发出的电子信号 对于飞机本身会造成多大干扰 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 飞机飞上天就很有可能失去控制 造成坠机 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在当时 欧阳少修对这些问题都一无所知 只能靠他们自己进行推算 国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 交给了他和他的团队 能不能完成呢 一时间 欧阳少修和同事们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这种压力 还不能及时发 最长时间 欧阳少修有五年没领过工资 这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讲 都很难再维持下去 不少人才都辞职离开了 面对这样的窘迫情形 欧阳少修和中航工业闪飞 都急需要靠一个成功的科研项目 走出困境 接到任务的欧阳少修 却走了一步 谁都没有想到的陷阱 当时我和我的团队 就提出来 对这个飞机要进行一个大改 很多人都只怀疑了态度 认为你改那么大 最后能完成吗 能行吗 有没有必要改那么大 按照以前的 我不做大改 也能 指标也能 可能能达到 那么这个飞机的改进 大概达80% 现而易见 当欧阳少修提出 要对以前的飞机 进行80%改进的时候 有多少人会提出反对意见 上世纪70年代 这里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三线军工企业 但运八飞机作为当时我国唯一一款中型运输机 却风光无限 1985年 它更是荣获了全国科学技术进步一等价 不过由于技术的瓶颈和种种问题 运八飞机无法完全满足集成越境雷达系统的要求 而在接到了研制某越境机的任务后 从项目初期 欧阳少修就要大刀阔斧 对运八进行这么大的改进 外界的质疑可想而知 而且当时工厂的状况已经跌入谷底 需要赶紧拿出飞机换来资金 想要进行高强度的科研公关 等于是让自己难上加难 应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 国家需要这么一个装备 这个改了以后 来不能满足要求 当时给我们的时间是很紧 在这个时间要求内 如果干不出来 那怎么办 要改 他们就想搞一个好一点的 由于飞机要背上雷达装置 再重的吨位必然要有所增加 欧阳少修和他的团队 首先要想尽一切办法 为飞机提升财助力 换装大功率发动机 成了欧阳少修团队的首要任务 实际上发动机 一直是我们国内航空的瓶颈 这一块 作为这一型飞机来讲 研制发动机的时候 担心的人都比较多 换装是个发动机 是一大难题 难在哪呢 发动机与飞机的匹配 这一块比较困难 尤其是罗杨奖的发动机 它难度更大 既考虑罗杨奖的效率 还要考虑发动机的功率 还要考虑着飞机的阻力 国外同行 为了换装大功率的发动机 说过飞机 诺克希勒公司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赫赫有名 至今已经服役超过六十年 但在改装发动机的过程里 也发生了追击时 当欧阳少修提出更换发动机 提升肯定的时候 它就已然认识到了可能失败的风险 而且这种失败只要有一次 就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欧阳少修绝不允许他的飞机 有一丁点的闪失 从接到这个任务以后 如何能够在短期内完成这个任务 能不能实现下载这个任务的指标要求 如果你这个上上去了以后 如果不能解决它的干扰问题 那等于你这个飞机是安全的 或者是能够满上去 它要干扰 所以也等于你这个任务 也完成不了 你这个飞机也不能算是成功 如果这架飞机设计不成功 那么中航工艳闪飞将继续陷入困境 所有人的希望将化为泡影 欧阳少修有两个选择 一是尽可能维持原有飞机基础 用最少的人力物力 研制出一个达标的载机平台 另一个是大幅度修改 研制出一架性能超强 可以持续使用的优秀载机 欧阳少修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不管有多大责任 他都一个人承担下来 就是为了研制出一个 能够堪称完美的载机平台 他经常跟我们讲的一句话 干错了 我来承担责任 干对了 全部是你们的 这个是他经常被挂在口头上的 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欧阳少修觉得 一定要把握住 如果能够设计改造成功预警机 那运8系列飞机将会凤凰涅槃 中航工业闪飞也将走出泥潭 可就当欧阳少修满怀希望 一场天灾差点毁掉了他们的梦想 白京召开 研制总法评审会 大概我们三次有这开预备会 其实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会 那么到了北京去了发生了有这个 第一次非典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会就不能再继续交给他 交给上去了 2003年 非典病毒席卷全国 北京作为重灾区取消了一切大型机会 而欧阳少修正是在这时带领着20多名设计人员前往北京 此时他最为关心的是整个团队人员的健康 毕竟是他把大家带到了那里 从北京回到汉中的第一个星期 这一批设计人员被隔离排查 为了不耽误设计工作 欧阳少修在隔离的宾馆里继续组织大家进行工作 然后回到家里来就把我们隔离了 那很着急啊 我们到进去里面 到底关的多长时间不知道 我还说这么多人都是去骨干 到内开会的人 我们二三四个人 肯定都是大部分都是我的副总师 做文设计师 那么这关的里面这么长时间 后面还要按期完成 因此我们边隔离 我们边搭着一起来就讨论 最初 欧阳少修一口气提出了好几项重大的改进方案 可设计进度却在初期陷入了停滞 一时间各个系统的压力都涌向了欧阳少修 面对上级要求的时间节点 他必须首先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突破口 把发动机换装成功 如果这架飞机设计不成功 那么中航工业闪飞将继续陷入困境 所有人的希望将化为泡影 欧阳少修有两个选择 一是尽可能维持原有飞机基础 用最少的人力物力 研制出一个达标的载机平台 一个是大幅度修改 研制出一架性能超强 可以持续使用的优秀载机 欧阳少修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不管有多大责任 他都一个人承担下来 就是为了研制出一个能够堪称完美的载机平台 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欧阳少修觉得一定要把握住 如果能够设计改造成功预警机 那运8系列飞机将会凤凰一盘 中航工业闪飞也将走出泥潭 可就当欧阳少修满怀希望 一场天灾差点毁掉了他们的梦想 北京交开 研制总法评审会 大概我们要杀生有这颗预备会 其实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会 那么到了北京去了 法省有这个 第一次非典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会就不能再继续交给他 交给下去了 2003年非典病毒席卷全国 北京作为重载区 取消了一切大型机会 而欧阳少修正是在这时 带领着20多名设计人员前往北京 此时他最为关心的是 整个团队人员的健康 毕竟是他把大家带到了那里 从北京回到汉中的第一个星期 这一批设计人员被隔离排查 为了不耽误设计工作 欧阳少修在隔离的宾馆里 继续阻止大家进行工作 回到家里就把我们隔离了 那很着急 我们从进去的时候 到底关东方时间不知道 我还要这么多人都是骨干 到那开会的人 我们二三十个人肯定都是 大部分都是我的副总师 总设计师 那么这关东人聊这么长时间 我还要按期完成 因此我们边隔离 我们边大家一起来就讨论 最初欧阳少修一口气提出了好几项重大的改进方案 可设计进度却在初期陷入了停止 一时间各个系统的压力都涌向了欧阳少修 面对上级要求的时间节点 他必须首先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突破口 把发动机换装成功 要在适应于各种起张机场 那么发动机功率就不够 因此就要把发动机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发动机 螺旋桨是六页 实际上原理的面板是四页 现在改了一个 它的功率是增加了20% 发动机提高了20%的功率吗 你功率提大了以后 它这里头转指各方的 它就要发热 热了就比以前要大 这个发动机本身的热 它自己的有一个叫滑耀上液器 就使它的温度能够 要满足发动机的各种转动部分 和那个要求 所以说这个发动机 连制单位提供我们这个数据 也不完整 所以我们当时按照它这个数据 四季这个滑耀上液器 完了一飞 潜在隐患 潜在什么隐患 就是可能会安全隐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又加上进度 比较紧张 这个怎么办 如果当时要重新 来粘制一个发动机 要改成粘制 那么时间就很长 我们当时就通过研究 就搞的一个 另外就加的一个辅助冷出这样子 平时讲起来也是很简单 其实要发动机喝水 随时给它冲那个里头 冲水 从水进去了 这不是可以将近温度吗 所以满这要求 实际上这个方法 是可以解决 我们的散热问题 但是这样整齿对这个飞机世界 整齿有一个 一个是不理想 一个是瞎执 为了确保飞机 其他的研制任务不停止 欧阳少修和他的团队 只能用这种办法 确保发动机的温度控制 虽然这种方式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在欧阳少修心里 却一直是一个 味洁的疙瘩 然而 像这样的问题 还有很多 等待着欧阳少修去解决 这个平衡的外形 也是没法再变小了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我要把它支撑在飞机上 那我就用尽可能小的 这个支撑的方式 来让它满足我 这个各个专业的使用需求 但是这个平衡的腿 它的那个从气动上讲呢 它的阻力非常大 因为它有最早的时候 设计是六条腿 因为前三后三的 这种支撑方式 从结构上讲 它是稳定结构 最初 欧阳少修研制的 预警机的平衡木雷达 有六根支柱支撑 但是经过测试 一个支柱会增加10%的封锁 这就相当于 给飞机增加了 几百公斤的重量 拖着这么沉重的身体 预警机没有办法达到 预定的航行范围 减重的工作 势在必行 光是设计 这几条腿的摆放方式 欧阳少修和同事们 就计算了两个月的时间 中国自主研发预警机 困难重重 面对国外对技术指标 和产品消息 实施双重封锁的困境 欧阳少修和他的团队 另辟蹊径 用最少的人力物力 搭造出来 一个完全达标的 在机平台 力破流言 冲出重围 实现了我国在预警机领域上 零的突破 总是传奇 欧阳少修 运巴飞机总设计师 正在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后面通过 CFD和试验 将腿从前面移到后面 现在我们飞机箱的位置 这样的话 减弱了 实际腿对气疗的干扰影响 通过这个改了以后 整个是飞机的震动 减弱了 不知道是不是从飞电被隔离的宾馆开始 欧阳少修渐渐习惯了在各地的宾馆里满工 参与预警机研制工作的 不仅仅是中航工业陕飞一家单位 雷达的研制单位 发动机的生产厂家 每一个合作单位 欧阳少修都要去协调 他带着团队跑遍全国 很多工作他们都是在宾馆里完成的 三十年来 他对于各个合作单位父亲的招待所 比自己的家里还要熟悉 算不上是一个孝子 也称为上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家里的事情 不管大不管小的小事 都是我夫人的情感 我夫人的情感也不是非常好 我记得我小孩出生以后 大概就是三十天左右 要晚了我就出差了 家里的事情 钱扣我夫人 1978年 22岁的欧阳少修 从西北工业大学 飞行力学专业毕业后 被分配到中航工业陕飞 从事运巴飞机的操纵性 稳定性设计工作 这个从湖南来的农村小伙子 一身赶劲 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 他先后提出了 改进运巴飞机的整体气密性 提升运载能力等一系列措施 从那时起 欧阳少修就很少能够顾上家里的事情 妻子手术他不能到场 孩子从小就经常问妈妈 爸爸去哪了 从来到汉中 欧阳少修最长有八年 没回湖南老家 看过他自己的父母 有几次出差路过 他连老家的路该怎么走都忘记了 在预警局首飞前最紧张的一个多月里 欧阳少修几乎没有离开过办公室和研制现场 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时的他 困了只能在车里靠一会儿 公司为了他的安全 不许他开车 特意为他安排专职司机 然而一个星期后连司机都熬不住了 又变成两个司机倒搬 保证他的出息 八个月 他们完成了两到三年需要完成的 图质设计 工装设计和制造任务 完成了几十项难度极大的大型实验 只用了一点时间就完成了样机制造 这家预警机是国内第一次搞大型的整体壁板设计和工具架 第一次采用大过瘾螺栓 第一次采用复合材料螺旋夹 第一次采用系统集成综合行业 欧阳少修等待着用首次试飞来证明他和他的团队 而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01号机在地面的时候 我们把整个实验也做得非常充分 而且飞机在地面滑行也经过多次滑行 整个我们总是团队认为的 飞机状态非常的好 完全达到了首飞的条件 但是他这个人比较细心 但是认为我们应该做得还不够 应该陪飞行员一起首飞 给飞行员更足了信心 这样的话这一行飞机就飞得更好 在此前运八飞机的研制过程中 欧阳少修也曾不止一次登上过自己设计的实验飞机 但这一次不一样 他的运八系列飞机将第一次搭载雷达系统飞上天空 在地面上计算的载号也是虚拟的 如果在集贩比的高空出现什么意外 那整个团队将面对不堪想象的后果 当时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一个我们是想讲过实际的飞行 看看这个事可以结果 我们设计的过程中 到底存在哪些实际缺陷 那么第二个也想到飞行员 要有个共同信心 我们第一反应 作为这个总统团的来年 我们第一反应 我们都不太乐意 我们说我们上去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莫这样的风险呢 他就细心地给我们讲 我们自己算的应该对于我们来说 心里应该还是要输的 就在首飞前一晚 欧阳少修提前回到家中 像之前是非一样 偷偷地写下了一封遗书 留给妻子 工作这几年 欧阳少修清楚 妻子心里有太多的委屈 遗书他写过布置衣服 每次是非成功 他就偷偷地把艺术撕掉 这一次他仍然希望妻子 看不到艺术 他相信首飞一定会成功 从心里上不愿意让他上飞机 比较危险嘛 他回来就跟我说 其实我上飞机之前 我早早把艺术都写好了 然后每次是非回来 他就把艺术给我看了 他上面就写 一直不要埋怨他 对 他也特别热爱他这个事业 所以就照顾好老人 把孩子带好 这是当时首次试飞 成功时的珍贵资料 当天早上飞机研制人员 几乎都来到了单位 看着他们起手打造的飞机 缓缓地被退出厂房 悟默地祈祷这次是非的成功 这架01号机 不仅承载着中航工业闪飞的梦想 更承载着整个国家的期望 这样我就带了四个副总设计师 上了那个首飞 我们希望这个飞机 应该是按照我们设计人员说 不会有大的设计缺陷 能够安全平稳的着陆 随着飞机缓缓滑入跑道 试飞员把四海发动机的油门 推到最高 领着平衡路雷达的预警机 在跑道上呼吓着冲场云袖 几分钟后 地面塔台收到了试飞员的回复 飞机起飞顺利 一切正常 所有人的行动还悬着 在天上的几个小时的飞行 飞机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不到飞机落地的那一刻 谁都不敢肯定 在飞机上 欧阳少修和副总师 依据工作上的事情都被撩过 他们看着驾驶员的操作 仔细记录着 每一个功能的适用情况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 飞机顺利完成了 所有科目的实验 当飞机逐游的那一刹那 欧阳少修心底的大石头 终于落了地 当时我们心情都非常激动 都没有说话 都没有说话 当时整个手飞机事一空 当时欧总就跟我们讲了一句话 对那个四个副总说 成功了 我请你们喝酒 你们先休息 以后再说吧 一直到了第二天下午 他跟我们当个人 跟着急在一起 他说 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跟你们一样 咱们飞机首飞成功了 非常高兴 心里呢 特别的 特别激动 但是了 我跟你们泡一盆凉水 这次我们这一行飞机研制 万里长城走完的第一步 后面的事情更多 把你们叫来 是给你们开总是工作会 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后面的工作再布置一下 大家听了以后呢 都哈哈大笑 说我们早就猜到了 庆功会变成了工作会 但是所有人心里 没有一丝埋怨 工作结束 欧阳少修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请所有人一起吃了顿晚餐 这是整个团队 在一起工作几年以来 第一次开怀场业 虽然首飞成功 但预警机和运巴飞机 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完成 后来的几年时间里 欧阳少修和他的团队 先后攻克了发动机的温度控制 雷达的降温 让一系列难停 把某预警机真正的打造成为了一款先进的预警机 2009年国庆阅兵 欧阳少修和他的团队研发的预警机 作为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中远程预警机 首次公开亮相震惊世界 他创造了我国航空制造史上的七个第一 也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制造 欧阳少修和他的团队